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275集,天道开启 五块玉石精芒越来越亮,最终在其内居然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漩涡 这黑色的漩涡一现,立刻把精芒吞噬,随后越来越大 时间不长,精芒彻底消失 在半空中只剩下一个与四周格格不入的黑洞 其内散发出一阵阵寒气,若是向内看,可以看到其内 视而飘过一些残碎的法宝材料以及尸骸 森文干咳一声,眼中得意之色更浓 说道 今日 他刚说到这里,忽然眼睛猛的睁大 直勾勾的望着黑洞 目中露出震惊之色 与此同时,地面上的所有修士纷纷倒吸了口冷气 骇然地望着半空的黑洞 只见一只白皙的手臂从那黑洞之中探出 随后抓着边缘向外一撕 顿时那黑洞立刻被生生撕开一个巨大的缺口 紧接着,一个白衣青年从其内缓缓地走出 此人一出现,顿时天空的烈日不知何时被一片乌云遮盖 大地立刻暗淡下来 孙文目瞪口呆,心脏狂跳 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一眼就发现 这从狱外战场走出之人哪 其修为自己看不透 但他毕竟是在四级修正国长大 眼力自然有限 猜测之下,他已然确定,此人具备了化神修为 他连忙从龙椅上站起 迅速上前,恭敬地弯腰说道 晚辈,公孙国孙文参见前辈 这从狱外战场走出之人哪,自然就是亡灵 他走出后,茫然地看了一眼四周 目光渐渐凝聚,扫了孙文一眼 欢欢说道 此地是公孙国 孙文在对方一眼之下,立刻感觉全身凉嗖嗖啊 仿佛被看透了心神一般 不由得更加恭敬 连忙说道 前辈,此地并非公孙国,而是晚辈历练之地,三级修真国,武文国 王林沉吟少许,武文国他在地图预见上曾看到过,是属于偏东之地的一个小国 这里距离休魔海几乎横渡了大半个朱雀星,可谓是路途遥远 王林在狱外战场的这几年呢,为了搜集游魂走了很远 他扫了四下一眼,身子一肚,消失在云地 看到对方离开,孙文终于松了口气 擦了擦额头汗爽,内心颇为震惊 他看到此人时,有种遇到了家族老祖宗的感觉 此时,他也没了继续威风的兴趣 匆匆留下几句话后,连忙向着居所塔楼飞去 他要把这件事情,立刻上报家族 在他想,能从狱外战场走出的化神修士,绝非无名之辈 王林出现时,身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之上 此山名为破天,在地图预检上描述啊 是武文国最高的山峰 在这山峰,王林沉吟起来 极品灵石经过这些年来的使用,依然所剩不多 这种灵石啊,在朱雀星也不常见 王林不打算再浪费在赶路之上 而是留作保命之用 这一次狱外战场之行,王林收获颇为丰厚 他没想到自己原神异成,连带着通魂也好似有了俊化一般 轻轻摸了摸眉心,王林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他对于这一次仙界之行,已然信心十足 只要不是遇到一些化神后期的修士 又或者是那些血玉国的天之骄女 等闲的化神中期,王林有十足把握可以战胜 即便是化神后期,以这些年他的准备 也可以安然逃走,不会有性命危险 实际上,王林之所以对这次仙界之行准备如此充分 除了想要获得仙界之气外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保命 仙界之门一开,进入其内的修士 虽说修为都要限制在化神期 否则会引起崩溃 但要知道,这一次其内定然有化神以上的修士存在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应变其修士也会参与进来 这样的人虽说不多,但应该会有 他们即便是把修为限制在化神 其威能也绝非等先化神修士可以抵抗 如此一来,王林才会有充足的准备 至于那传说之中,只存在于六级修真国 不问世事的问鼎老怪 是否会进入仙界 这一点,王林猜测不到 但他想来啊,多半应该不会 毕竟整个朱雀国顶期老怪 绝对不多,只怕不超过五人 这是王林这些年修炼 再加上对于朱雀星的了解 以及化神以上修为提升的难度 分析而出 虽说不算准确 但也与事实相差不远 实际上,王林的猜测还是多了 在朱雀国,问鼎老怪只有四人 这其中啊,还有两人只是问鼎初期 一人问鼎中期 至于最后一个,则是唯一的一个问鼎后期 大神通 也是朱雀这个名字的继承者 这四人呢,轻易不会离开朱雀国 更不会去理睬任何修真国的事情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世间的一切事情 已经很少能打动心灵 这四人只是在有外星球修士 来朱雀星作乱之时才会出手 王林深吸口气 目光闪动 灵兽,晋藩,摩头 军兽已经准备完毕 还有那仅剩下两根羽毛的扇子 他在域外战场也已经祭练 至于那三把神秘的剑鞘 也是一样 被王林以原神祭练 除了这些 他储物袋内的那十几件 得自上古修士的法器 也在这几年被王林破开了三把 成为了自身的法宝 在他的储物袋里唯独有一样东西 王林有些看不透 此物是当年得自修摩海 一个普通修士身上的一个画轴 此画轴一打开 其内便是一片黑暗 但却有一股让人恐怖的气息 扑面而来 这画轴 王林一共打开过三次 第一次是结丹气 第二次是元英气 第三次是现在的画神气 每次打开 他的感觉都有不同 此画轴之内 好似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让人为之心差 王林轻叹一声 右手一翻 那画轴出现手中 他沉默少许 此画轴当初到底得自谁的手中 他已然有些忘记 把画轴向上一抛 王林原神出窍 祭练了起来 这是他这几年一直持续的习惯 此画轴 每多祭练一次 与之心灵便多一丝联系 几个时辰后 天色渐暗 王林原神回体 收起画轴 天到开启之日 应该会很快了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次准备 只不过 这次的准备 需要一些百年 乃至千年以上的数目 王林难难自语 目光一闪 神石顿时横扫开来 在这整个武文国一一扫过 随后他身子一动 消失在原地 三个月后啊 王林把四周七个修正国一一走完 收取了一些百年树木 在一处山崖内 做出一个洞府 在其内地关制作木雕 千年树木太难寻找 王林始终没有找到 即便是百年树木 也不多见 在洞府内啊 王林抛却一切琐事 整个人沉浸在木雕之中 又是一年过去了 这一年 王林制作了八个木雕 八个一模一样的木雕 这木雕索刻 正是那拥有岁月意境的青山 老者 连同他多年前制作的那个 此木雕一共有九个 在这木雕之中啊 纷纷游走数条血精脉 它们游走间 没有任何相撞之处 王林目光平静 这九个岁月雕像 一旦全部用出 应该可以发动一次 无限接近青山老者 本体的岁月意境 收起木雕 王林深吸口气 闭目打坐 静静地等待天道开启之日的来临 时间慢慢过去 王林这一座便是树女 山崖之外 春去秋来 这一日 原本明媚的天空忽然出现阵阵五彩霞光 在这片霞光之中 出现了一个个充满危压的幻影 这些幻影有男有女 但穿着却是与朱雀星不同 它们时而谈笑 时而挥舞法术 时而穿梭在一个个高山巨峰之间 甚至还有无数前所未闻的 妖兽幻影 时而一闪而过 在这里居然还有仙兽龙凤的存在 同样的一幕 这一刻在朱雀星上很多地方同时出现 凡是出现这一幕之地啊 均都是拥有余顶的修饰存在 此时此刻 在朱雀星东南之地 四级修真国巨魔族所在 一个铁塔般的巨人手持余顶飘空而起 此人面容古朴 身体在升空的过程中不断的缩小 最终化作常人一般 在他的下方 巨魔族各个宗主纷纷面容严肃 你们放心 这一次有了足内重宝 我一定取得仙界之气 此人声音之中啊 充满了一股极强的自信 在朱雀星东北之地 一处荒山之中 一个身穿瘦皮的青年 站在一处高耸的巨树上 抬头望天 他手中啊 也有一个余顶 此人舔了舔嘴唇 目露嗜血之光 黑黑一笑 整个人腾空而起 在他的身下 漠然间出现了一道黑风 阵阵嗡鸣之声 从那黑风之内传出 若是仔细看 可以发现 那黑风居然是一个个 只有指甲盖大小的虫子 所组成 在朱雀星西南之地 一个高塔之上 一个中年人 手里拿着葫芦 抬头看了看天空 眼露惆怅之色 喃喃自语道 亭儿 仙界之门又打开了 这一次 我一定会取得仙玉 让你的肉身 再储存千年 说着呀 他整个人腾空而起 大手向下一按 顿时那高塔立刻变小 落在其手中 此人端着宝塔 走进了那一片片 虚幻之影内 朱雀星西北之地 诗音宗的总部 一个白发老者 背着手 身子慢慢升高 飘向天空 他轻叹一声 说道 这是何苦来也 贤人尸体 哪里是那么好得到的 我这身子骨啊 又要折腾了 朱雀星正中心 此地四面黄海 这一整片大陆 全部都属于 唯一一个六级修真国 朱雀国 此时啊 在朱雀国中部 一座方圆百丈的 巨大祭坛上 一个白衣女子 好似那冰雪之仙般 抬起头望着天空 在她的身后 跟着七个 沧桑的老者 我走后 你七人送回雪域国 这女子声音平静 淡淡地说了句 随后身子缓缓升空 向那一片虚幻之地 越飞越高 此刻 山崖洞府内的亡灵 这十五年来 第一次睁开了双眼 她自语道 天到开启之日 终于到了 她目光一闪 整个人消失在原地 出现时啊 在了半空中 她手中此时啊 多出遗物 正是那雨顶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